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 下午的3点09分 下跌46点 今天最多跌了84点 这个礼拜连涨4天 今天终于出现了回跌 今天卖压还蛮重的哦 跌3%到5%的股票还不少 今天全值股的部分 台积电一开盘就率先走落 台积电找盘一度最多 跌了7块钱 收盘的时候跌了2块钱 最后盘有拉上来一些 今天连电也很弱 到尾盘才突然间拉上来 不然连电间一整天大概都跌2%的 联发科间跌更多 联发科间跌了15块钱 所以今天全值股相对比较弱 中小型股底部的刚起来的比较强 涨高的股票很多都下来了 双红间大跌 所以涨高的不要去追 联合砚一直这样提醒你们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涨428点 纳达克涨1.15% 肺腾包体昨天是跌了0.84% 昨天美国在涨什么公司 在涨传统产业 我跟大家讲过嘛 肺腾包体已经领先涨了20几%了 因为AI发动之后 把肺腾包体一路带了走 反而道琼还没有走 道琼还没去 道琼连涨幅才2%而已 所以跟大家提醒 美国市场资金有开始往 传统产业在流入的现象 因为道琼是传统产业大本营嘛 里面只有6家科技股而已 其他都是传统产业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强势的焦点石油股 昨天油价涨了3% 所以石油股昨天表现不错 银行股昨天表现也蛮整齐的 那制药是昨天最强的 昨天制药股涨1%到4% 昨天电动车的部分 涂升未来大涨了6.4% 那科技股的部分 AMD跌了2.4% 辉达跌了0.8% 微软涨3% 科技股里面涨最多的就是微软 那大家喜欢做电子股 我也喜欢啊 可是当美国资金开始 传统产业在接棒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你看这一次特斯拉股价从第一天开始起涨 我每天就一直提醒你们 一直为大家追踪 特斯拉涨幅已经到达70%了 特斯拉涨幅这一次已经从152美元 涨到261美元 特斯拉这一波涨了70% 一个月时间 一个多月时间而已 半导体股有哪一家涨那么多的 没有啊 某人差不多去那里做的啊 对不对 涨更多的还有 电动车的突生未来 大涨238% 才一个多月时间而已 所以美国的几大车厂跟电动车有关的 福特通用最近也都开始在走墙 所以林天天一直提醒你 电动车的股票要注意 电动车股票很多 一百多家 起关的不要追 我们找底部的 对不对 像这下不来的 对 飞鸿 这起关的不要去追啊 还追加危险的 东元 市电 华福 这种起关的都不要去追啊 我们照着整机来 同样买底部的股票 我们这次还是又买 我们还是买台半 对不对 台半我们111卖掉之后 9192 93 95 102卖掉 你看91买 102卖掉 怎么12% 那为什么要卖 量不够嘛 量不够足以化解 前面套牢嘛 所以心里会跟他讲嘛 你看卖完之后 我卖了还提醒你们 对你有好吗 买进也跟你们分享 卖出也提醒你们 你看今天台半是不是下来了 今天台半是不是剩下 97块钱了 那卖102 卖103 很好的啊 很漂亮啊 对不对 卖102 卖103很漂亮啊 整个大底才刚打完而已 来 我会再买 下来我会再买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个30% 50% 就没问题啊 你看特斯拉 我们是从底部开始买的啊 31块开始一路买起来 41块没掉 代进代出 31买41卖 是不是就30%了 最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没问题啊 那TPK我也提醒你 暂时要进入16天的整理 16天大概就是三个礼拜嘛 你看讲完之后是不是开始震荡投低了 不要急啦 让他整理 等他整理时间差不多之后 要求我们再来求就好 行情是一波一波在走的 该等的时候你要等 会买底部你要赚个30% 50% 都很轻松 都很轻松 大凡这一波涨了2000点 当时多少人在看空啊 结果后面一路飙上去 今天几乎来到最高点 来到17342 17342 涨了2100多点 可是涨到这里来 指标都很高了 指标都很高的同时 分线的MACD背离 一样还是存在 分线MACD的背离 一样没有改变 所以警觉性一定要有 器官的钩票就不要再堆了 对背离现象还是存在 这个高点一样还是过不了 还是过不了 所以短线上 大盘随时有回档的机会 所以器官的钩票不要堆 找底部的股票称回档 称回档来买 今天电子股占大盘的成交资金比重 58% 可是今天成交量很大 今天成交量4505亿 今天的量 今年最大的成交量 今年最大的成交量 所以可见很多人看到 行情涨那么高之后 生怕不回来 开始在堆股票 不好啊 但你如果买底部的起涨股 那也还OK 那你如果去买那种追高的 就很危险嘛 你看今天台积电已经攻不动了 是不是 外资在礼拜一的时候 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710元 哇 所有媒体 大家都共同在报道 有的喊710 有的喊730 都有 那投资人听到700多 又兴奋了 我提醒你 小心股市陷阱 外资从来不安好心的啦 去年1月份刚过完年 雪梨年的教训都忘记了吗 600几块钱花到多高 要也刺到这样 像370块 外资调高目标一路杀股票 杀了90万张出来 你忘记了吗 所以看到媒体的报道 有些那种利多 你要去分辨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别有居心啊 我先两天特别给大家看嘛 联电的计量图 最大套套区在54块钱嘛 所以为什么联电 54块一直站不上去 就是这个原因嘛 对不对 联电为什么54块钱 一直站不上去 就这个因素嘛 那台积电的计量图 套套区在什么地方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啊 台积电最大套套区就在 如果连这个套套区都过不了 那你喊700 延过其实嘛 对不对 你看台积电这波涨上来 最高在多少 台积电这波涨上来最高 596嘛 对不对 596块嘛 594块最高嘛 那你看了我的 节目看了我的分析 看到台积电 最大的套套区 在那个地方 谁没一边跟他说啊 对不对 先卖一次再说了嘛 干嘛跟他客气呢 是不是 你看今天台积电掉下来 最低 台积电回来 584了 高点掉下来10块钱啊 高点掉下来10块钱啊 所以台积电的部分 你务必要注意 这个套套区会不会过关 590到614 这个套套区会不会过关 如果套套区一直过不了关 你要有警觉性 尤其大盘的部分 台积电占了30%的比重 台积电没法够684块 大盘等这个地方要冲 就会没力了 就会没力了 所以 涨高的股票就不要去乱追了 股票投资不是一直在追逐啊 不是一直在追强势股啊 很多目前在大涨的股票 其实早就该布局了 不是现在才随市场起舞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双红 2月就开始在讲 2月就开始在做了 金像电 最近每天新闻都在报金像电 报双红 我们三个岁就开始走啊 对 博士也是啊 三个岁到啊 你到现在才想要 才想要做 你现在想要做就太慢了嘛 我们现在就开始在讲了嘛 我们3月9号就在讲了嘛 这一波涨了快50% 你后边还做就贪不钱啊 双红也是啊 对不对 双红我们讲的时候 在2月份跌价啊 我们接着就开始在做啊 那你到现在才要追 就坏坦了呀嘛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嘛 上市归1700多家 有那么多的选择 何必一定要随着市场一直在追高呢 是不是 你看我们在买环球经 全市场跟我在讲而已 过一阵子如果过历史新高 过一阵子如果过今年新高 你看市场会不会大家会 会不会去追 那是不是大家没有的 现在已经520几块520块啊 已经快60块钱了耶 已经快60块钱了耶 中美金今天都创新高 164块啊 我们中美金当时开始买的 我们每个股票都买的 每一支股票都是带会员底部买的 144 对144 143买的 买进第一天 讯号都给大家看了 那现在中美金已经163 166 已经164块钱了 我们买的 那这样做是不是很安全很安心 是不是 股票投资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 你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工作 有你的事业 在你的事业上全力打拼 股票的部分交给林和彦 我带你布局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30% 50%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来 一年做个三次五次 你要赚个一倍 累积获利 都很容易达到 对不对 那兼顾工作也能够全力充斥 家庭也能够顾得好 资讯费一天才一个便当而已啊 资讯费其实从来都不是问题 重要是你能够 有正确的概念 正确的做法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这样才能够达到你 进来这个市场的一个目的 是不是 认同你的厌重做法的 只买底部GEO股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市场上有很多的机会 上市归1700多家 我来慢慢的找 找不到 你们就商人物照 一旦找到 我不会让你缺席 一旦找到我不会让你缺席 中美金开始有再加速的味道了 对 你看我最近在买这档 跌9个月的股票 很多人知道了 那既然很多人知道 我也不用开牌了嘛 是不是 我们对百里口就开始买了嘛 120 123 127 现在都已经涨到138了 涨到138也没多少啊 一张万八 十张十八万 要买十张百里万 你也都有啊 对不对 120万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赚了18万 不错啊 位阶还很低哦 你看目前位阶还在哪里 目前位阶在这里的 在这里而已 只要怕吃而已 在走到这里而已 但我的个性不喜欢追高 你现在要买 我就不会再建议你去追踪股票了 因为已经涨了一波了 离我们成本已经18块钱了 啊有波的 啊要再买我们买百里 再找底部的股票 我说这次 我说这支股票我最诶的 零风险的股票 记不记得 我每天讲 我说零风险的股票 打了八个月大底 净值65块钱 股价才30出头而已 这三五票 我们今天 2362蓝天 34块钱买进 34块钱买进 你看一买之后 一买之后 就开始一路飙了 最多涨到8% 起到8% 是不是冲出去了 是不是冲出去了 冲出去了 中股票类似什么 中股票类似TPK 中股票类似TPK 净值90 股价只有30 所以我说是零风险嘛 说着说着 TPK大涨了一波 那又像谁 又像神达 神达也是一样 神达净值48.5 股价只有28块钱 所以当时我也告诉你 神达 刚才开始哦 几乎是零风险的股票 你看后面神达走成什么样子 对 神达后面走成什么样子 我说的时候就这支了 这支刚开始而已 净值48块 股价到30块而已 后面先冲出去了 一模一样情况啊 像中股票最安全 最安心啊 这最安全的股票 大盘涨到1万7千多点来 很多人看涨高之后 想买不敢买 不敢买又怕行情飞 那你找这种最安全的股票啊 就算大盘下来了 这种股票都不见得会受伤 因为净值有65块钱 股价才30出头而已 才30出头而已 今天是不是动了 对 今天是不是动了 所以用心找 还有很多好公司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大盘只是方向的一个代表 涨涨跌跌 本来就是涨涨跌跌成趋势嘛 是不是 那你如果不是做台子旗的 你是以股票为主的投资人 那你把重点就摆在个股身上嘛 把个股就摆在个股身上 这支我会开始买 我还在等它的时间跟价位 等到时间价位到 我会进场 你有兴趣的 赶快来找我 不要到时候又飙了一波 你才想要跟又错过了 对 这件事啊 双底喷出 拉回 第15天 买进 入涨停 这两天有掉下来啦 掉下来好啊 底部才刚打出来 落下来 趁下来之后来买 本一比10倍而已啊 才10倍本一比而已啊 我买的股票你放心 基本上都很好啊 啊 基本上都是很好的股票 业绩烂的我不会让你买 尤其指数涨到这里来 小心谨慎更重要 所以零和业的出发点 一定都是先考虑风险 在风险很低的个股 获利又很好的 我才会带你做 你看目前嘎空 最大话题 长龙航跟华航 我们也说一段时间啊 对 可是空单一直在增加 你空单一直增加 外资就一直买嘛 你看连续两天 礼拜三 华航空单增加3273张 长龙航增加5085张 那你空单一直增加 尤其又限时回补 一个7月4号 一个7月10号 你只要空单要怎样 这一走就对了嘛 跟着做就对了啊 我们华航20.9买的 大抵完成突破开始买进 顺着趋势走就对了啊 才20块钱而已 为什么要空它呢 是不是 现在尤其暑假忘记 机票那么难买 票价机票都在涨价了 那你不买还去空它 完全是错误了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礼拜一 一开盘9.9分 华航22块钱再买 长龙航34块钱再买 一回档我们就买 礼拜三礼拜四 连三两天大起 华航光是这样4天 就24%了 长龙航 4天就23%了 昨天交易量最大的 前两名 就是华航跟长龙航 你知道今天 对不对 这样做就对了啊 这样做就对了啊 这样顺势做就对了啊 你们都知道 我只要开始说 5月就开始说了 5月27号就开始一直讲 讲到现在 已经说了一句话了 有买吗 有买就很高兴啊 你如果没买就觉得很可惜嘛 那如果去板空的 就把车留了嘛 就流眼泪了嘛 对 这么标判的股票 创历史新高了 长龙航创历史新高了 你知道今天一开盘 第一件事 华航29块钱 卖一半再说 29 今天一开盘拉上来 我一开盘就通知29块钱卖 就很可惜最高28.75 差了2毛5 差了2毛5 我马上又再通知会员一次 9点25分再通知 28.4 先卖一半再说 如果八个是 四个新部的一半再说 都卖得到 都没得到 因为到了8点40 到9点40分的时候 都还有到28.5 都没得到 没一半感情还没算 我们从这样底部买上来 卖工赏就光是从礼拜一开始算就好 五个五的那都卖算 就像拜一买22块 礼拜一买的22 今天28.4卖出 29% 只有这礼拜 礼拜买22 今天早上卖28.4 就你才9% 只有这五天而已 只有这五天而已 华航再蹲下来我会再买 我是只是做差价而已 我是只是做差价而已 来我会再求 你手中有华航的 有长龙航的 想要操作这两只 大嘎空股票的 赶快来找铃银 下礼拜买点出现 我在带你进场 利用现在我们一记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铃银银带你 一档一档底部的基优股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来谈 累积下来 长期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我们的副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等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